好 所以华盛顿号和接迪塔的里根号航母呢 它们都是属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这一级核动力航母到底有什么特点 这两条件又有什么异同 我们准备了一个短片 我们不妨不同的程序 华盛顿号航母和里根号航母 都属于美国海军现役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尼米兹级是美国海军所使用的第二代多用途航空母舰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舰 满载排水量超过十万吨 目前一共有十艘同行舰 所有尼米兹级航空母舰都采用核动力推进 装备有四座升降机 四台蒸汽弹射器和四条拦阻锁 可以每20秒钟弹射出一架作战飞机 舰载作战连队中的机型配备 根据作战任务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可搭载不同用途的舰载飞机 对敌方飞机 船只 潜艇和陆地目标发动攻击 并保护海上舰队 以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战斗群 通常由四至六艘巡洋舰 驱逐舰 潜艇和补给舰之组成 所有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都是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 纽波特的纽波特纽资造船厂建造 该单位也是美国境内 唯一一个有能力建造核动力舰艇的设施 据了解 尼米兹号是这个级别的航空母舰中的第一艘 于1966年7月1日获得建造经费 1975年启用 即将从日本横须贺军港返回美国的 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是尼米兹级的第六艘 前号CVN73 它于1990年7月21日下水 1992年7月4日开始正式服役 将替换华盛顿号的罗纳德里根号航母 是尼米兹级的第九艘 前号CVN76 它于2011年3月4日下水 200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服役 而里根号之后的布什号 是尼米兹级航母的第十艘和最后一艘 同时也是一艘像一个新级别 福特级航空母舰过渡的舰种 尼米兹级的前三艘船 尼米兹级的前三艘船 尼米兹号 埃森豪威尔号 卡尔文森号 和从罗斯福号开始的后来的七艘 在规格上略有不同 因此也有人将后七艘 成为罗斯福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不过 美国海军官方对这两种舰制构型 并不做区别 一律称呼为尼米兹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